面对风云变换的国际情势 从欧元区 亚洲到新兴市场 2017年的冲击会有哪些呢 东森新闻与华美银行联手推出的 全球财经焦点系列报道 专访到华美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吴建明 来为大家做深入分析 曾一度重创全球经济的希腊债务危机 2017年又回来了 不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深 眼看着希腊7月份还不出高额贷款 将拖垮整个欧盟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再次站上火线说重话 警告欧盟别玩火 否则将重演2015年希腊准备脱欧的局面 相较之下不一样的经济情况 几个月前则在美国发生 在美国总统川普主张美国优先的口号下 不止欧巴马政府时代致力推动的 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整个被取消 之后还有川普一手主导的日美联合声明 分别要为亚太地区的投资贸易 调高高标准 降低市场壁垒以及扩大就业 加上美国民间支持川普 重回贸易障碍 关税保护以及经济制裁 一股回到冷战时期的旧思维 仿佛又重新崛起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吴建民不以为然 现在他是在意思说要跟中国来重申谈判 莫斯科重申谈判 都在竞选的时候 他就讲得很激励 就会有一点像是 回头到就是50年代了 60年代的那种风气 我是觉得这个在现在那个 Global economy 全世界发展的那种金钱方面 根本都没法可以回头 回顾历史渐往之来 什么是冷战 简单的说就是1945年到1990年 长达45年之间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 在政治经济外交哲学与文化上 对抗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 而主要的原因之一 就是美国企图保护 自己在全球的贸易利益 透过冷战思维 不只帮助美国解决生产过剩问题 更实际增加美国的对外出口 然而27年过去了 历史有可能重演吗 吴建民则质疑难度很高 80年代的时候 列跟总统说要真的要跟苏联 威胁苏联是说 你不再这样这样做的话 我打你啊对不对 打苏联的话 他美国的看法是说 我们跟苏联都没有贸易关系 也没有在投 大家没有误上投资啊 都没有一些就是说 现在跟中国 中国现在在贸易 在投资 经济发展所有方面都是在紧紧的缓胖在一起了 走不开的 而超越国与国之间的对立 从全球经济运行的角度切入 分析全球知名品牌Nike 答案更清楚 简单的说就是靠全球代工化 只专注于研发设计与行销 集团旗下没有一家生产工厂 却能达到年销售额超过20亿美元 如此庞大的跨国专业代工生产链 想靠着川普单一政策 全部拉回美国 谈何容易 同样的情况就是苹果 至于被许多亚洲国家批评为 川普大走经济回头路 甚至打算逐无形高强的贸易保护政策 吴建民则一语切入核心 强调就算被所有外国国家 视为不公平的交易 依照川普的施政理念 最终关心的都是 是否对美国有利 川普总统 真的在那个新的谈判 把一些跟其他国家的谈判 帮助到美国经济更好的话 自然经济会发展得更快 另外就是如果它真的减税 跟在那个所有的一些 就是说regulation方面减少的话 自然国家在贸易 经济方面都会成长得更快 强调全球经济情势牵一把而动全身 任何想要走贸易壁垒或锁国政策的国家 都不可能全身而退 吴建民更进一步的呼吁 国与国之间单一的封锁对立谈判 不如双方沟通互补与协商 走出经济上联合的赛局理论 才能创造双赢 东新闻李重要 叶红志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